美国股市周四收高,标普500指数收在5月7日创下的记录高位上方,经济数据似乎支持美联储的断言,即当前的通胀上升是暂时的。 美国三大股指均走高,市场领跑的大型股,令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居前,但是经济敏感的交通运输股和小盘股收低。 道指上涨19.10点,至34,466.24点,涨幅0.06%,标普500指数上涨19.63点,至4,239.18点,涨幅0.47%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8.58点,至14,020.33点,涨幅0.78%,